大家好,我是阿关,又在操盘手的秘密跟大家见面了 特别是永庆房产趋势报告又来了 在今天热乎乎登场我们的第一时间帮您来做解读 邀请到的是永庆房屋夜管部协理陈次杰 谢谢阿关,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财源专家卢燕丽 今天好,大家好 好,今天要帮大家解析的是明年2022年第一季的房产趋势 不过谈最新的所有的,不管是民调还是最新的报告之前 我们先来听永庆房产集团业务总经理叶林奇怎么说 我想我们这次的调查预测2022年的房市在成交量上面 应该会维持跟2021年差不多的水准 也就是价平大概在百分之零到三之间的幅度 那价格部分我们研判在经过政府打草房的这个政策落地之后 能够有效的抑制炒作 那房地产明年的价格应该是还涨的格局 我想整个内政部的这些跟金管会以及央行的打草房政策 相当精准 那能够有效的抑制在炒作上面 尤其包括预售中股都可以受到相当的抑制 那我相信在未来政策落地之后 陆续都会看到政策的成效 整体来讲在2019年全球发生了疫情之后 那全球的央行都为了救经济而扩大资金宽松 那所以也造成了资金相当的大量 那当然台湾长期经济成长就相当的好 那台商又回流 也带动了整个台湾资金非常充沛 在这种情况之下 那也带动了大家保值的需求跟制产的需求 我想这一波房地产的涨幅也来自于台湾经济发展成长很好 所打的底 但是如果房价有飙涨现象 确实是令人担忧 我们认为今年中南部的房市 包括新竹表现都非常好 尤其是新竹 高雄 台南年度的涨幅都超过20% 其实这样的一个涨幅是非常大的 那我们预估这几个地方 透过炒作的意志之后 明年房价的涨幅也将会缩减 那回复到比较健康合理的涨幅上面 好 刚刚叶总谈到几个重点 第一个重点是明年的预测呢 他认为是量平价还涨 第二个他谈到打炒房政策 我们都会来谈谈这个打炒房政策 这次是不是真的打得很精准呢 会打到谁 那么房价会造成什么影响 第三个他谈到 今年涨最多的就是新竹 台南 高雄之类比较中南部的县市 这些地方在经过打炒房之后 因为明年政府又推出非常多的打炒房政策 这些地区是继续涨 只是涨得比较少 比较慢 还是有可能会下跌 我们都会再来讨论 不过我们先从最新的永庆房产趋势 所公布出来的价的部分 先请协理带我们来看一下 好 我今天准备了几张分析的报告 来跟大家做分享 第一个我们先看这一张 这是我们针对去年跟今年整年度 七大都会区的平均房价它的涨幅 刚刚叶总有先提到了 看今年超过两成的 第一名是台南 然后第二是新竹县市 再来是高雄 那其他反而看双北地区 其实它成长度相对低的 对 其实在上一季我们的报告里面 阿关也帮我们定义了 今年整个房价的成长 跟过往不一样 是从蛋壳 然后影响到这个蛋白 再回到蛋黄 对 所以第四季报告出来 其实看今年整体的涨幅 也是从南部开始 从台南高雄新竹来的成长 才带动了这个双北地区的一个 房价的一个回升 好 也就是说今年的房地产 颠覆我们过去 所有的房产经验 包括或许我们今天说 lo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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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定是要黄金门牌 台北市最好 不一定 现在最高级的是南部 特别是刚刚学理谈到 长最多的是台南 这是第一名 第二名是新竹县市 第三名是高雄 第四是桃园 那我们就仔细从这几个都会 去来谈一谈 我们先来谈桃园 学理对桃园蛮熟的 据说你经常假日去桃园玩 是陪朋友在看房子 朋友去桃园 对 他主要当时朋友出去看 应该是林口 但林口里面有两块 一块就是林口本身新北市 另外一边就是属于桃园龟山 对 那也有朋友去看了亲谱这一块 所以之前会往这一趟 那你要分享一下你去看房子的 现场市场的感受 市场的感受 我们从今年年初 我先讲比较近的先谈这个龟山这里 龟山 龟山这边其实在政府之前规划一批这个 在文化一路有一批这个社会住宅 对 那合一住宅 合一住宅 它有四大建商嘛 包括了黄湘 还有这个远雄 然后还有一个立宝 立宝建设 对 还有另外一家是立宝的子公司 明轩建设 对 盖了四大区 大概有五千多户 过去那边其实它就紧邻在 那个林口的那个华雅园区的旁边 它是哪一站啊 它是A7 A7 这样我们比较熟吧 对 A7站 A7站出来 它整块大概五千多户 那这边的房线 我们在今年年初 大概第二季 跟朋友去看的时候 当时我举一个社区行情来讲 那四个国 四个合一宅 平均单价大概 大概落在23、24左右 而且24是他们当初抽签的价钱 不是 当时已经回到市场的价钱 已经回到市场了 因为今年开始可以做 可以做交易了 当时大概是14、5万 现在是14、24 14、5万 对 那现在出来可以移转的时候 已经在23、24 其实这幅度已经还 很大 还蛮近的 所以有人说 也有民间讲说是合一乐透 如果你运气抽到 是非常幸运的 那后来其实到我们在第三季的时候 再去看第三季末 在9月、10月的时候 它已经到26、27 对 然后到了11月之后 已经有到28、30的个案单价已经出现 那如果合一宅都在28、30的话 那合一宅应该是那个地区的地板价 没错 因为合一宅如果28、30 其他一般的新房子一定会超越它 对 它这旁边其实就一样是远雄 远雄除了盖合一宅 旁边也有一个自己的这个一般的建案 单价就是三字头起跳了 大概从34、35 左右已经上去了 所以那个地方已经是站稳三字头了 附近几乎新城屋推案应该都在35到40之间 站稳三字头 没错 但是说到桃园大家都会问航空城 因为航空城之前吵得很热 有一段时间吵得很热 但后来好像有一段时间没人在关心吗 可能它有征收的问题 有很多很复杂的问题 那最近好像航空城附近的房子开始解冻 就是整个热度开始有回溫的迹象 对 因为今天其实也有一则报导针对 就青浦 青浦这一块 其实过去青浦其实之前有一波 有涨一波 但是后来因为这个房价修正 有人讲说现在的青浦已经被 已经脱离这个房市的冰河期 因为之前其实在青浦中有非常多的重大建设 可是当时都只是在规划 那近年是已经陆续都已经落成了 可是青浦离航空城有一点距离 对 那主要是说 对不起 我刚刚讲是说青浦这一块 主要这一块 对对 这一块的房价 现在是处于解冻的状况 解冻的状况 因为一些 那会不会过热啊 它会突然热起来 因为我很多朋友跟我说 青浦现在 你不要告诉我 什么二字头 三字头 现在都是四字头 四字头 有四字头 他自己在青浦就买两户 第一户买二十六七 然后因为房子太小 后来过了两年再要买一件三户 过两年才再买 过两年再买 其实就是今年年出来 他两年前买 跟现在再买 现在买的时候就会买到三字头 那买完之后 现在他再去看的房价已经有四字头了 对 没错 所以从二到三到四这个时间很快 问一下协力 那到底是龟山那边比较好呢 还是青浦那边比较好 OK 我觉得没有好坏 应该是看客户自己本身的需求 因为我觉得 因为价钱现在已经差不多了嘛 没有 青浦的房价有些还是相对比较高 还比龟山那边平均来得高 还来得高 没错 还来得高 因为其实龟山相对是 相对比较低的区域 还比较亲民一点 对 那其实桃园房价整体 我们等一下后面有图表看到 其实桃园在今年也是属于 成长相对高 将近两成 他是第四名 我刚才他是第四名 对 其实每一个区 他都有自己的一些重大的发展 像刚刚提到的龟山 龟山旁边其实有一个产业园区 旁边还有一个是邮政总局 他要做一个全国最大的一个物流园区 所以说你还去参观啦 他还在盖 我们去绕了一圈 那规模真的非常大 很大 非常大 是不是 那个地方是不是 就是PC Home 当时老板出来 有争议嘛 有争议的那一块 就是说为什么有几个店面 是独家让他 独家承包 对 其实如果你实际到这个区域 去实际走 你会觉得那一区 是欣欣向荣 很有活力 因为这些建设跟这些发展 未来就会带动这个就业 大家就会进 其实相对的 商圈跟这个住宅的需求 一定会产生出来 我为什么说那个价格现在跟青朴差不多 是因为在今天就在今天 我们团队的一个企划 跟我们说他买了房子 那我说你买在哪 他说买在龟山 OK 好 买在龟山 我说那应该大概就一二十万嘛 我们以前的印象 他说没有 娟姐 我买了三十几 我说那你不会去给他杀家 他说杀不下 玉搜屋 对 玉搜 不过他已经盖得差不多 已经快要交屋的 换句话也就是说 其实他已经算是新城屋了 新城屋他买在三十几 所以不是已经跟青朴差不多的价钱了吗 今天跟小英也差不多多少了 所以龟山其实有那么一点后来居上的味道 也就是后发闲职的味道 所以最近在桃园龟山很热 可能跟有新的产业园区有关 包括你刚刚所谈到的 中华邮政那附近会有一个新的 非常大的一个园区 那青朴呢 过去可能也因为供给量比较大 所以大家有一些疑虑 包括投客比较多 所以青朴有一段时间 假情有下来 那现在又慢慢上来了 所以现在 不管是青朴还是龟山都热得不得了 那这是在桃园 所以桃园我们刚刚看到排名是第四名 对不对 我们来看一下第三名 第三名的高雄 燕妮来讲一下高雄 高雄就是你不得不佩服他啦 几乎每两个礼拜就有一个重大力多 那这重大力多 我想大家都恶熟能详了 什么Intel来投资啊 然后又有最新的Outlet啊 然后就连捷运黄线都要盖黄线了 那跟大家报告一下 所以黄线是最新的 黄线是最新的 最新的利多 对那黄线 来讲一下黄线利多 他怎么走 他大概会经过六个行政区 包括新兴三明凤山等等有六个行政区 那我有特别去上网查了一下 这六个行政区大概平均的新建案就是预售物 开价都是开三字头多 那当然就说当利业界的这些好朋友们就说 极有可能会挑战四字头 所以呢其实大家这样听下来就觉得说 因为高雄的利多实在是太多了 从台积电到台积电的相关供应链 对 然后现在又有捷运 是 一破接一破 没错 然后呢更别说那个亚洲新湾区 我觉得高雄现在比较特别的是 它完全颠覆了过去大家对高雄的定位 好像就是一个塑化产业 钢铁产业 现在是半导体 那这个我们之前节目也跟大家分享过的 桥头啊 还有像男子寺台积电嘛 可是在亚洲新湾区 它变成的是一个软体园区 一个五局发展的一个中心 所以大家有没有发现 我觉得陈其麦市长真的很厉害 就是 他现在要让高雄蜕变成科技城 他很会行销 就是说 一方面台积电是制造 可是我刚刚讲的亚洲新湾区 它是软体加5G 所以呢 一边是制造 一边是硬体 然后另外一边是软体 软硬结合 所以呢 我们不得不说 高雄房价涨 虽然呢 多多少少有一些炒作的意味在里头 但是它实质上真的有题材 好 我们代表总呢 以前人家是去高雄买房子 一般都是农师柳 美术馆特区 对 因为我们也不太熟嘛 但据说呢 大家现在去高雄买房子 也一样就像协理说的 要去找蛋壳和蛋白 而不是找蛋黄 将来可能是蛋壳蛋白 涨得会比蛋黄来得快 因为台积电就是在 我们过去不太可能会注意到的 男子啊 桥头那个地方 对不对 大家都那个地方是石化工业圆剧啊 光那个地下的石化管线都吓坏了 但台积电一去之后 完全改观 对 没错 所以呢 其实现在大家就在follow 就是呢 台积电不仅要去高雄 也要去台中 那现在大家就开始热血沸腾 到底台积电要去台中哪个地方 有两个说法 一个是中科 那另外一个呢 就是大雅有一片高尔夫球场 他现在还没有定案了 新党的高尔夫球场 对 所以呢 其实我想这个资金 因为高尔夫球场是私人的 他会有这个私人征收的问题 对 到底人家要不要卖 嗯 因为私人土地上面那么多印章 据说啦 现在已经在整合了 有些人愿意了 所以有没有可能整合成功 那如果政府再去帮忙瞧一下 是不是有这个机会 然后高尔夫球场之外 他旁边有那个军方的用地 和公家机关的用地 那个部分就没有问题了 所以他只要能够解决高尔夫球场的问题 他就可能在台中盖二奈米厂喔 对 二奈米喔 非常先进的一个制程 所以呢我想 其实台积电在于全台湾的房价 我觉得真的是到处 我们不要说杀人放火啦 就是到处引起引发多头的火种 我跟你讲了 以前买房子是看麦当劳 麦当劳到哪里 插起就去哪里买房子 后来说要看星巴克 现在那些都退流星了 好吧 先来买房子 看台积电 台积电每年都会大扩厂 因为以现在全世界对晶圆 包括这个晶圆代工的需求 包括车用晶片啦 3C产品 现在越来越热了嘛 所以他每年应该都会持续扩厂 你就要去注意啦 注意台积电 到底下一个扩厂的地点在哪里 他就在报房地产名牌啦 好 这是在第三名 我们来谈谈第二名 新竹来 西里来谈一下新竹 新竹 新竹我觉得他成长 应该大家是可以理解可以接受 第一个 刚刚大家都提到 最有钱的李都在新竹 对 上一次也提到 台湾十个李 有九个李 三个李 三个最有钱的李都在新竹 三个李 三个最有钱的李都在新竹 一般来就很好 加上后面等一下会有数据提到 新竹今年的整个建造的这个量体相对是比较少 意思是说整个新竹的岸圆的供给相对其他 其他企图比起来是相对比较少的 对 加上他的这个收入实力 就他的供给相对是比较少的 对 收入实力又比较多 对 所以不管是自用或是自产 我想这一块 他的成长达到27% 应该大家是可以理解 新竹在我们台湾的房地产 可以说是一个非常非常特别的区域 我不知道学历有没有去新竹看过房子 我有很多朋友在新竹 他跟我说新竹非常特别 我们就讲这一两年 第一个新竹是最多团购的地方 没错 新竹买房子不是像我们这样 人家是纠团买的 那大部分当然都是工程师 第二呢 新竹这两年是很多建案推出 根本没有抓到的东西 没有接待东西 没有洋平舞蹈 他说就是一块地 外面围起来 然后会有一个绿色的牌子 说这个地方要改房子 就这样哦 然后你去问 clean了 那clean怎么办呢 我朋友说他要买房子 就立马会有中介 或者是他们有一种社团 他们在新竹可能是高科技的人 他们很习惯在上网 所以他们的网路上 非常多什么新竹人的群组 买房子的群组 一头拉固 就开始呢 会有人在上面讨论 说哪个案子现在已经clean了 那怎么办呢 我想买怎么办呢 他们就开始 我有 你要不要换月 所以新竹有一种特殊行业 叫做中人 这个中人跟我们一般的房屋中介不一样 他们有一点像是 他们帮你去抢那个买房子的权利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三斤半斤去排队 有没有 那据说很多都是中人 他就去抢那个权利 然后抢了权利之后呢 就是以前我们在讲的 买红单 可是现在不能买红单了 他们就变成了换月族 就是他先抢到了这个权利之后呢 他会去附订 然后他也会去签约 签约之后呢 他就在网络上问你说 你要吗 你想要的话 来我这里有 我有货你要不要 所以新竹非常特别哦 你如果去新竹买房子 可能根本连样品屋 接待中心都没有 你不知道找谁买 然后就问附近的中介中介就跟你说 我有认识谁是谁 他可能有货 好像在买走私 以前在走私名牌一样 这是第二个很特别的现象 第三个很特别的现象是 也因为这种乱象 你知道新竹有很多在地的建商 比较有良心的建商 他在推案的时候 他会发一个声明 本公司没有中介和中人 特此声明 也就是说如果他在外面说 哎呀我有某某案子的货 我有货 我身上有货 我有几户你们来找我 他说没有 我们公司没有中人 没有中介 他说很多建商会发这个声明 全台湾除了新竹之外 还没有一个地方 建商在卖房子的时候 还发声明说 本公司没有中人没有中介 你就知道新竹有多特别了 所以新竹真是热到不得了 特别是现在又有竹竹病的题材 一眼里来讲 这个竹竹病的题材 对新竹的房价 会不会又再次顶火 我记得我很久之前在娟姐的节目 有形容过新竹的房价 是不是两个字来形容嘛 不败 我认为呢即使 你觉得现在是疯狂 你知道我有朋友跟我说 在新竹现在动不动看到六字头的房子 有现在其实就是开架就开六字头嘛 重划区嘛 限制一限制二限制三 然后高铁特区对不对 她说动不动现在看到预售物都是六字头 对那其实我自己的外甥女也是在竹科上班 她几年前本来就要买房子 后来她一直买不下手的原因是她都抢不到红单 然后 在新竹那抢红单 刚娟姐讲的中人的这件事情是真真实实扎扎实实的存在 新竹有非常多 她们不是一般的仲介 对喔 对不是 她们就是专门去排队的喔 是对她说第一个她不想排队 因为工作真的已经都很忙了 24小时on call 然后第二件事情是她因为抢不到红单呢 所以呢她就必须加价买 那我就问她说加多少钱 她说阿姨至少要加15到20万 我说加你加就买啊 说不要15万也是我好几个月的薪水 所以她这三年她都没有办法买到 因为她不愿意加价 她不愿意加价 所以坦白说她现在有点后悔 但我跟她说没关系 因为她长风了 对我就跟她说没关系 你还很年轻她还不到30岁 所以从那件事情 大家也可以发现一件事情 其实呢在新竹买房子的 普遍都在30岁以下 因为她们只要工作个三年 工作个两年 投契款通通都有了 对所以我觉得这是新竹 最特别的一个情况 那拉回来讲这个猪猪病 本来这个在野党有一些反对的声音啦 那因为反正林志坚已经宣布了她不会选 那看起来猪猪病这个应该是比较会去认真执行 而且呢我想这个修法之后应该还是会通过 因为现在林志坚已经不选 那一旦猪猪病之后 房价又要再涨一波了吗 我觉得新竹的买气本来就很强 那只有可能因为这个题材 第一个她本来就会持续旺 那第二个呢 因为本来就很旺 旺上加旺 所以我其实还是蛮看好新竹的房价 而且新竹的重画区蛮多的 超多 其实多到我已经分不清楚了 我刚刚讲到 限制一 限制二 限制三 然后还有高铁特区 还有台科大 他们有一个原来本来台科大区 后来台科大没有去的台科大的重画区 还有官浦重画区 所以他们的重画区其实蛮多的 那我们刚刚特别谈到新竹 新竹的换约族多到你难以想象 所以现在不是内政部要寄出 预收部的换约吗 据说就是针对台南新竹高雄 因为如果房价不是像这些地区 那么飙涨的话 其实换约是没有生存空间的 因为我明明知道你买多少钱 我为什么要加五十万加一百万给你买 就是因为我如果不加五十一百给你买的话 现在可能房价已经涨两百了 那我加五十给你 我还觉得买到便宜了 所以才会有所谓的换约 特别是他们的换约 其实根本也讲不到房地合一税 不要骗人了 因为他们换约都是用一样的价格去换 比如你总价本来是一千万 你换给我也是一千万 那你要赚我一百万 我会另外拿现金红包给你 所以这中间呢 其实没有房地合一税的问题 但是我朋友说他们在换约的时候 卖方都会告诉他 因为我房地合一税要讲多少 因为我还要讲什么什么 所以呢 我就要加多少钱给你 观众朋友没有这件事 他们没有讲房地合一税 所以也要注意了 这个换约乱象 很有可能在明年要被纳管咯 好 新竹有竹竹病题材 所以热得不得了 好我们再来看 这是第二名 对不对 第一名 登登 还是台南最厉害 来台南呢 来看一下台南 其实台南这几年也涨很多 那特别是过去一年也涨了三四十趴 那主要还是因为台积电的关系 那台南科学园区本来就有很多的相关的科技厂商都在这边 其实问题是台积电已经去了 如果用股票的角度来看 高雄现在是在利多发小期 那台南已经实现了 也就是台积电已经去了 它为什么没有利多出境 应该这么说就是资金狂潮 而且呢 不管是台南或者是高雄 如果是用台北人的眼光去看的话 你还是会觉得 很便宜 还是便宜 还是便宜 那台南最近最新的题材是在东区 那因为东区也要盖捷运 那这个捷运会是台南的第一条捷运 如果大家对台南东区没有概念的话 我就讲两个地方 你们一定会 好像有点感觉 一个就是南方的购物中心 另外一个就是 另外一个就是国滨影城 它其实就是东区 所以其实我之前去过好几次这两个地方 而且是平常的晚上去 还不是家人 就吓到 哇人好多 就你会很羡慕台南人 过着向人的生活 就是呢 他们其实薪水已经很不错 就这些那个工程师 本来薪水就很不错了 然后再加上呢 房价相对北部来说算是便宜的 所以他们几乎其实有时候也会外食 然后刚刚讲到的这些东区 不管是购物中心啊 或者是影城或周边的餐厅 人气都很旺 所以呢 我的判断是这样子 就是不管是台南跟高雄 2022年我认为还是会续涨 只是涨幅不会像今年这么疯狂 因为你的机器都已经拉高了 都已经垫高了 嗯 另外呢 我觉得有一个比较特别的现象是 我们通常在北部现在最流行 最夯的宅是小宅 嗯 就是两房宅 对 或者一家一房 据说呢 在台南在高雄 其实三房仍然是主流 为什么呢 我就问为什么呢 现在不是都流行小宅吗 我朋友跟我说 不是的 因为呢你在台北 因为房价太贵了 或者新竹房价太贵了 现在新竹 现在新竹 我看到媒体写说 新竹将来的房价是要直逼板桥 所以 新竹现在已经直逼板桥的情况之下 新竹的工程师 他在那个地方可能只能住两房 但是同样的总价 比如同样一千八百万 或两千万 或者一千五百万的总价 人家去高雄的都住得大间 那他为什么不住得大间 因为他的薪水到高雄也没有变少 他到台南也没有变少 所以以他同样的这样的收入 他到台南和高雄 他就会想 我在新竹如果只能住两房 我到台南高雄 我就要住三房 住得看的 住得大间的 所以台南高雄 仍然是三房的天下 这是我朋友跟我说的 我不知道 他们在地的人跟我讲的 好 所以我刚刚看到的是 从价的角度 我们看到 在这一年中涨幅最领先的地方 分别是我们刚刚谈到的 第一名是台南 第二名是新竹 第三是高雄 第四是桃园 那我们也来看一下消费者 对明年第一季的趋势 我们每次永庆都会做民调 都蛮准的 对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 到底消费者对明年第一季的看法是如何 好 我先讲一下 对明年第一季 我们等下再拉回去 看一下今年的房价的几个报告 我跟大家对焦 因为大官提到一个这个草房 跟打草房这个议题 其实现在也很热 为什么这个这么热 还有刚刚讲说 这个新竹直逼板桥 这些的 这个 这些涨幅 我觉得温和成长 跟这个健康成长 我们大家乐见 但是如果是短期飙涨 这个可能 还是要提醒大家小心 对 等一下我们再回来看几张 几张报告跟大家做说明 好我们先看 这一次的调查 针对七都 大家对于明年第一季的看法 我们看到出来高雄 还是相对的 乐观 最乐观 将近八成 跟刚刚提到这些题材 我想绝对有 最乐观的现在是高雄 最乐观 因为它虽然涨 但是相对它的房价 还是属于 相对是比较低的 还是比较低的 那这一次其实除了 新北是低于七成以外 其他看涨 都有超过七成 所以要讲说 明年整体的消费者 对于房价看涨 第一个有心理准备 是有心理准备的 第二个 应该也会带动 这个 这个 进场的 这个量 应该也会跟今年 刚 重新一体应该不会差异太大 因为多数都还是看好 量平价还涨 价还涨 对 好 正式消费者 对明年第一季房价趋势看法 所以看起来是蛮乐观的 对 那我们拉回去刚刚这个价格的变动 我们其实之前都住在一个很小的套房里面 但是我们一直很努力 想要赶快赚到钱 拥有自己的房子 好不容易存到钱买 却买贵了 其实四个月前 才成交了一千万的房子 转手给我的时候 已经到了一千五百万 才短短四个月 还就贵了五百万 你知道那是我们几年的薪水吗 这一次我们特别 因为今年的房价 大家觉得有感嘛 因为打草房议题有出来 政府有开始推出新的打草房新五条 等一下后面再谈 那我们回来看 我们把第三季跟第四季的房价 它只有一个季度 我们再来做个检视 结果看到刚刚提到这三个最热的区域 还是高雄台南跟新竹 一季你看高雄九点四趴 过去可能一年九点四趴 大家可以接受 但是一季只有三个月就涨九点四趴 所以这是今年第四季的 跟第三季的一个季度而已 所以你看高雄九点 九月份就是台积电宣布 确定要在高雄设厂 十一月份是它的董事会已经明确通过 所以它就放任在第四季 对它九点四趴 但是当然它的房价相对积极 看到比较低 第三季十八 第四季十九点即平均 那再来是台南 然后第三名是新竹 可是回到一样双北 其实都不到五趴 但因为房价积极也比较高 对啊因为整个议题 其实也都是在中南部比较多 台北相对比较少 供给也比较少 坦白讲是这样 对 所以看到一些新闻被爆出 肉业排队啊 炒房团啊 都在南部啊 对台北都没有 双北齐都没有 对就是在 因为就是房价积极低 为什么这么多 因为资金都跑下去了 因为其实我们也有些同事跟朋友 自己是台南人 他们自己下不了手 一直落后那个市场的价格 就是他二十几的时候 他觉得很高 可是三十几的时候 他想二级已经没有了 你到三十几了 就是那个单价 在地人 所以很多次可能是 外来资金下去进展 我们他有句话叫做 金廟起行 就是住在庙旁边的人呢 很少拜拜 对 所以 Loco在地的 都觉得哪有可能啦 哪有可能起到这么高 但是他就是起了这么高 这是从两个季度 我们再看下一张 下一张这个也这一次 特别做一个分析 是七都平均 这张表比较特别 这一次我们特别做的是做什么 做从 七都从上一波的房价高点 大概2013 2014 它有一阵子下修 下修 对我们看到双北下修幅度很深 修了17% 台北是17% 新北16% 是 那这个绿色就是下修的幅度 所以绿色就是 上一波的高点 2013 2014 2014高点 下修的幅度 修的幅度 那我们看得懂 那蓝色的巴士 这一次它又回升上来的幅度 涨的幅度 第四季跟前一波 而是从我们的低点 上一波的高点 跟这一波的高点 蓝色的巴士 上一波的高点 2013 2014 跟这一波的房价的比较 成长多少 好我们看到 所以如果说从最低到最高 就是上下加起来 就是最高 就是最高值 举例来讲新竹 好了 新竹上一波跌了8% 就卡住了 下不去 但是这一次上来46 其实加起来 它总共低到高 涨了54% 所以你指的是 从那一波高点 往下修正之后的 这个低点 到底涨了多少 对 好 所以从这个低点呢 你看台北市 我们讲台北市 台北市从2014的高点 往下修正了17% 但是从 2014的高点 跟现在的房价去比 又成长了3.2% 所以它其实是涨了20% 对不对 因为它把那个跌幅吃掉 就又再往上涨了3%了 所以你看这个趋势下来 这一波是被中南 被南部的这个房价 这个快速成长 带动双北的回升 那如果照写你的意思是 从这个表来看 台北市和上次的高点 来比较的话 也涨了3.2% 对不对 幅度相对小 新北市涨了8.4% 但不管它多少幅度 对 那都代表 即便连台北市都创新高了 是 所以七都全国 现在都是创历史新高了 今年是这个状况 那新竹县市 可能是不得了 距离高点 我们称为正乖离 正乖离已经高达46% 超级大 我们再看下一张更特别 我们再看到底是哪一年的涨幅最多 我们这次是把近三年的涨幅 然后再跟今年这一年的涨幅来去对 你看以台北市来讲 近三年是成长15.6% 可是光今年是成长11.6% 今年一年是成长11.6% 所以今年这一年呢 是三年里面占了 对 比较大的涨幅 我们再回去看新竹 台南跟高雄也是一样 像刚刚讲那三个热区 其实整个几涨都发生在今年 所以大家特别有感 所以为什么现在会有 这个打房的政策新五条 也是这样的涨幅如果持续下去 其实我们自己也没有乐见这样的状况 是可能很多人 就是温和上涨是比较健康的 温和上涨是比较健康 突然飙升其实也让人担心 对 那很多真正想买房的客人 可能他真的来不及 可能没有办法进场 对 所以从刚刚先讲的前一章呢 可以看出我们所有的房价 通通创下历史新高了 那后来往下看到我们会发现呢 其实不只创下历史新高了 而且大部分都是在今年涨的 好 那我们如果从区域来看呢 区域来看 这也是这一次特别做的一个分析 因为到年中了 就把它所有全国的区域都拿出来看 结果超过40%的有三个区域 就是高雄的前津 跟台南的安南 还有苗栗的头份 这都是超过40% 怎么会冒出一个苗栗头份呢 我有点意外耶 高雄前津可以理解 台南安南也可以理解 第三名竟然是跌破眼镜的苗栗头份 而且涨了40%耶 苗栗头份应该也是跟新竹的房价 外溢有相关的 主要是竹南啦 因为台积电去竹南设厂 设一个封测厂 那现在就是第一期的工程已经完成九成了 那预计至少会带动一千多个工作机会 所以就是协底刚刚讲就外应的效益 因为头份就在竹南的旁边 那我们再看 所以前三名市 对 还有30%的 我们来看30%的其实也不少 不少 大部分你看喔 从台南 然后新竹高雄 还是占了大多数 那新北喔 这边只有一个是 五谷 五谷 五谷我想主要题材两个啦 一个是重画区 另外是那个新北捷运的三环三线里面 有一条叫做五太轻轨 五太轻轨 五太轻轨 应该最快明年就动工 最快 最快明年动工 这个题材应该也带动了五谷 这边去 雙北好可怜喔 以前呢 如果我们要讲房地产 location location 只要是有排行榜的 都是雙北 现在不是 你看好不容易好不容易 找到一个 新北的五谷区上榜了 只有一个新北的五谷区上榜 其他都是南部 南部 台南 高雄 苗栗 通通是南部 有新竹有台中 现在风水轮流转了 所以每一季有最新的房地产气势报告 热乎乎的第一手资料 我们都会在操板手的秘密 帮您做第一手的解读 好在今天谢谢协力 谢谢燕丽 谢谢 谢谢 超伴手的秘密 最新的影片都在好房网 所以请所有的好朋友们 到YouTube订阅好房网 同时一定要记得打开小铃铛喔 超伴手的秘密 最新的影片都在好房网 到YouTube订阅好房网 同时一定要记得打开小铃铛喔 我来说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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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